最近一段时间,随着亚冠联赛正式在本周末打响,因此外界对天津全界就进行了重点关注,由于中超球队现在只剩下天津全界一支球队进击八强,因此外界对天津全界对阵路倒路角也是相当的期待,大家都希望天津全界能够代表中超淘汰路倒路角。 人本以为,按照天津全界的实力来看,这次前往日本挑战,应该不会得到路倒路角的侵蚀,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,近日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发现,天津全界刚刚到达日本路倒路角的议员大将就狂妄叫嚣,日国内媒体报道,在天津全界对阵路倒路角的发布会上,路倒路角大将选四制也接受媒体采访, 针对被记者问到为何看待明天的比赛,他这样说道,我们在赛前看过对手的比赛录像,对他们的踢球特点有所了解,他们的前场有大排球员,以及速度很快的球员,进攻也显得简洁明了了。 我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好莱球,在九十分钟内不给对手任何空档,我认为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的。 从犬四制也的表态可以看出,他对天津全界是非常的看不上,他认为路倒路角在明天肯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。 虽然天津全界缺少了莫德斯特和维特赛二两位主力外援,但选四制也在赛前如此,情势天津全界确实有一些自大。 要知道,天津全界自从本赛季第一次征战亚冠联赛以来,就一直表现得比较稳健,他们先后在亚冠赛场战胜过,全北现代,广州恒大这样的顶级强队,可以说,在亚洲天津全界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手,他们都是能够创造惊喜的。 所以,此番犬四制也在赛前倾视天津全界很明显就是在挑衅,目前我们虽然不清楚天津全界是否会在在意这位路倒的挑衅,但可以肯定的是,只要天津全界在比赛中保持打广州恒大的实状态,那么他们势必会用胜利海基犬四制也的挑衅。